疫苗施打第四轮预约开始 台北市发出17万多人可预约接种 不过中央临时通知疫苗有限只能给6万 让台北市政府急着关闭平台预约 之后才因中央8月4号说会拨疫苗才又开放预约 来努力 我们自己把各大医院相关的存量等等 那做了一个盘点之后 我们觉得应该努力可以大概有6万剂 可以一起来为这个这次来接种 那中央会再拨2万5千剂下来 那这样的话至少大概第一阶段的8万多 还差一点点 我们算了一下大概差4千剂 但是因为有时候有时间差 所以我们觉得说应该还勉强 这个可以过关 可是到了8月4号到6号 为什么切成这两段 因为58万剂的AZ疫苗 他昨天下来了 那进来之后他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中央疫剂8月4号会拨疫苗下来 所以来满足8月4号到6号 这个三天的预约 于是又把我们的系统打开了 为什么要打开呢 因为当初中央通知的17万多的人 结果第一天只有预约13万多 还有将近4万人还没有预约 所以我们也考虑到说那这些已经通知的 也应该让他有机会 所以我们把4号到6号的这个预约系统打开之后 除了已经预约的46,550位 我们想可能最多会增加到8万3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在8月4号 那么中央的这个所有的疫苗都可以来补给我们 这样就可以满足这一次第四提示所有疫苗的需求 蔡炳坤表示 北市府会尽量调配疫苗 解决疫苗3号前不足的问题 但可能会影响补习班疫苗接种时间 喊话判政府开放民众预约疫苗 是与人民有约 不能失信于民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准建总部 战 eventual 没有